美联储2月1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4.50%至4.75%之间 这也是该行去年3月以来的连续第8次加息 总加息幅度累计高达450个基点 本次加息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也来到了2007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加息的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 尽管最近有放缓的迹象 但美国的通货膨胀仍接近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市场正在关注本周的会议 以寻找美联储将很快结束加息的迹象 但利率声明并没有发出这样的信号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仍然认为有必要继续提高目标区间 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 为去年3月以来最小幅度连续两次放慢加息步伐 鲍威尔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讨论约加息两次后就暂停 与会议声明措辞修改一道引发市场鸽派解读 风险资产狂欢转长 2月1日拜登政府宣布新规将打击向联邦政府超收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俗称红兰卡款项的私人保险计划 进一步击合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 未来10年渴望追回大约47亿美元 新规将会扩大联邦政府稽查追讨款项的权限 这是联邦政府超过10年来最强势的行动 根据政府稽查报告诈骗诉讼以及学术研究 联邦政府多年来遭到私人健保业者制度化的超收 手段包括夸大患者的健康问题 以便向政府申领更多费用 卫生部长贝希拉说 红兰卡过去一直遭到批评 对于项目超收的陋习未能采取更为强硬的处理态度 现在开始启动早就应该踏出的步伐 朝着纠责的方向前进 不过 卫生部的加强核查新举遭到了私人健保业者的反对 不排除可能对联邦政府采取法律行动 据美国全博广播公司2月1日的报道 三位消息人士透露 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尼基·黑利 预计将于2月15日正式宣布竞选总统 成为特朗普争取共和党提名的首位对手 黑利将于15日邀请其支持者参加在南卡罗莱纳州举行的特别活动 正式邀请可能最早在1日发出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黑利曾担任了两年的驻联合国大使 报道称 在离开特朗普政府后 黑利时不时地批评特朗普 但也时常称赞他 此前特朗普于2022年11月宣布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 并于2023年1月28日 29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黑利的家乡南卡罗莱纳州停留 开展竞选活动 中国证监会2月1日发布通知称 即日起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 同日证监会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主要制度规则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这次改革将优化注册程序 坚持交易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各有侧重 相互衔接的基本构架 进一步压实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主体责任 交易所对企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进行全面审核 证监会基于交易所的审核意见 依法做出是否同意注册的决定 据介绍 改革将统一注册制度 整合上交所深交所试点注册制度规则 制定统一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此外 改革还将完善监督制衡机制 近日在校期间失踪了106天的中国江西上饶中学的15岁男孩 胡新宇终于有了下落 但是结果令人遗憾 其遗体在学校后山储粮仓库找到 江西省市县公安联合工作专班通报称 胡新宇被发现时 曾被携带异调的状态 在过去的两天 更多线索被揭露 关于他死亡的真相 扑朔迷离成了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 1.1 事发地距离学校那么近 为何那么久都没有找到 胡新宇失踪后 警方、胡佳人、民间组织在学校及学校周围 进行了好几轮地毯式的搜索 在今年1月初 警方甚至组织过一场超过5000人的大规模搜寻活动 搜寻面积达589亩 而现在 胡新宇被找到的地点距离学校只有几十米 1.2 胡新宇是什么时候身亡的 胡新宇母亲称 遗体已经腐坏 几乎是骸骨 身上只反穿着一件外套 殡仪馆的官方人士表示 遗体已不是原来样貌 那么孩子是失踪的时候就身亡了 还是最近才身亡的 如果是最近身亡 那这么长时间里 它藏在哪里 1.3 被发现的录音笔里有什么信息 据悉 这支录音笔是去年国庆假期 胡新宇哥哥帮忙购买 胡新宇当时的说法是用来录老师上课的内容和自己的感言 胡新宇母亲3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介绍此录音笔被挂在其尸体旁边的墙上 并不在胡新宇身上 目前该录音笔已送往深圳专业机构鉴定 此外 家属曾晒出孩子在校笔记 称新环境难适应 目前 胡新宇事件已完成 其代理律师建议家属先不要火化遗体 准备申请刑事立案